在金鐘站的地鐵上 你可以體會到香港資本主義走得多惡劣 早上車的人不肯走進去 遲上車的人就迫到變低B 下次你們細心觀察一下 站在裡面的人 永遠都可以和旁邊那個 保持一個人的距離 而站在門口的 就被迫不斷和人互相摩擦 導致大打出手 今天我們會說一下 站在裡面這群人究竟在想什麼 各位先生女士 歡迎來到今天看真的 為什麼不肯走進去呢 他們會有各種道德上的理由 去保護自己的空間 但你看一下剛剛上車的乘客 他們一個推著一個 和前面那個貼到實一實 辛辛苦苦地迫上車 何來有自己空間 何來有時間在高地上談道德 早上車的人你們想一下 在中環上車的時候 車是空的 就算有人都不會很多 你們有沒有體諒過在金鐘上車的人呢 他們不只是在車上面迫 他們是迫到去對面全彎線的車門口 慢慢慢慢地排上車 上了車的人 不要跟未上車的人說 我只要努力一點就能上到的了 以現在在香港的情況 那條隊尾已經排到港鐵外面了 當我排到上車的時候 我已經有要上班了 以一個正常邏輯思維的人去想 人只會越來越多 車只會越來越難上 不要說什麼努力一點 你在車上面根本看不到 那條隊尾去到哪裡 加上現在人均壽命長了那麼多 人們打死都不退休 迫著在車上面不下車 有什麼資格講努力一點 那條車裡面 你仔細一點看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你們那群站在裡面的人 麻煩你站近一點 養回你的郊野公園出來 才好說話 而站在外面黃色衫的工作人員 你們擁有的是權力 為什麼不逼那些人站近一點呢 我們都有給你車費 為什麼我們沒有權上車 資本主義社會只會越來越不平衡 黃色衫的你們 為什麼不打救這群早上車的地主呢 現在又不是叫你消滅他 只是逼他走進一點點 為什麼這麼難呢 但我想想想 黃色衫的他們 都可能在打工 他老闆 就可能在車上擺得最多的地方 那你叫他怎麼做事呢 早上車的你們 你不下車都算了 麻煩走近一點點 地主們 麻煩讓你們的郊野公園出來 要繼續走資本主義的車廂 你們必須自律 幫助下些沒有能力的人 太過分的不公平 是會逼得那些人越來越瘋狂 我們看回歷史 古今以來 地主都是會被燒死的 所以今天的總結就是 在車廂裡面的人 麻煩走近一點點 請不靠近車門 請不要靠近車門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